突然,紫晴冷不防一把掐住她的脖子,在众目睽睽之下,竟猛地拖她到头就往水里跳。 直到扑通一声响亮,众人才缓过神来,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 司徒好难不由地倒吸了一口气,这个女人好狠好绝,好聪明。 天哪,这,这是怎么了? 她不会是怀疑长明大人吧? 一时间,顿时哗然一片,谁都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 楚飞燕阴险得意的笑容僵化在精致的脸上,面部肌肉全僵了,动弹不得。 水中,紫晴狠狠地揪着长明大人,任由她惊恐挣扎,在她耳畔低声。 告诉我,是谁支持你的? 放开我,你放开我,否则你马上会没命的。 没命?你不正想看看,我到底会不会没命吗? 我们赌一把吧,就拿命来赌。 你有一盏茶的时间考虑。 紫晴冷哼,她怎么会看不透,这不单单是一场谋杀呢? 她力道顿紧,拽着长明大人越游越远。 长明大人惊呼地正要大喊救命,紫晴立马捂着她的嘴。 想通了告诉我是谁指示你的,便点头。 你的时间可不多了。 说吧,拖着长明大人继续往外游。 她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,大不了就潜水失踪。 失踪意味着生死不明,总比在众目睽睽之下没事来得好吧。 四季祠,紫晴心中不由冷笑,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逼到连活着流一口气都不能。 岸上,南赵王终于缓过神来,急急下令,来人,落上来,下去救人哪,赶紧,马上。 可是无人敢动,那可是毒水,如今船上没有解药,下去了那是必死无疑啊。 王上,药王妃这也太过分了吧,都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,怎么就能一口咬定是长明大人。 新妃愤怒劝道,你闭嘴。 谁知南赵王竟怒斥,急急上了楼梯里声,赶紧想办法捞上来,快点儿。 事情这么闹,如何收场,传出去他南赵颜面何存,日后还有哪个国家使者会愿意应邀而来,日后还有哪个国家会因为被南赵邀请而感到骄傲呢? 司徒好难看着紫晴越游越远,一颗心都跟着下水,湿得好沉重,呼吸都开始困难。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,时间快来不及了呀。 就一会儿的时间,离他落水就是一盏茶的时间了。 难不成他真的打算拖着长明大人失踪在毒水里吗? 这,这可让他怎么办呢? 船上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捞人的工具,船只笨重,要启动去追一个人哪里有那么容易? 南赵王盛怒,可众人也没有办法。 楚飞燕双眸眯起,手中一枚暗镖早已运工良久,而一旁的轩辕朝夕同样是目不转经兵的紫晴看。 手中的银针原本是要送给长明大人的,而现在他改变了主意。 几乎是同时,两人的暗器栖栖而出,精准地穿过人群狠狠朝紫晴而去。 紫晴在水中要拽着长明大人又要威胁,同时要兼顾时间,决定是要潜水而逃还是到船上去。 他根本就没有多余的心思去关注更多的东西。 然而,这暗镖灵力精准,却偏偏在临近紫晴的时候偏离了方向落入水中,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打偏了一样。 楚飞燕心惊,连连又竖标而出,竟然同第一镖一模一样的情况。 诡异的是,他再认真看,都看不到是什么东西打偏了他的暗镖。 而另一边,轩辕朝夕早已放弃,恶狠狠朝楼船上最高处那名侍卫凳去。 除了锋刃,还有什么能够如此悄无声息打偏暗镖的方向呢? 轩辕丽哥,你到底是来干什么呢? 就在这个时候,突然哗啦一声巨响,只见紫晴拽着长明大人, 突然冲出水面。 楚飞燕不放弃,十指八枚按标齐出,可是一样于事无补, 韩子晴很快落到了船板上。 见他落地,众人一颗高高挂起的心,这才放了下来。 只是,随即有司机这个女人独发的时间尽了, 却又纷纷揪了心。 子晴一把将长明大人甩到甲板上,怒声道, 解药! 楚飞燕顿时倒吸了一口气, 身子不由一颤,浑身的铃铛都晃动作响。 他双眸瞪得如同龄般,不敢相信地看着长明大人。 他算得好好的,不管怎么样,长明大人是绝对不会认罪的, 绝对不可能把解药拿出来的, 因为一旦拿出解药,就相当于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送了呀。 韩子晴到底是怎么威胁他的? 他屏住呼吸看着长明大人,心跳越来越快。 不可以的,绝对不可以的。 如果让长明大人把解药拿出来,那一切可就功亏一篑了。 而且,那意味着这个长明大人会出卖他。 楚飞燕一个眼神,两边的南昭侍卫竟然直接冲了过去,要勤住韩子晴。 司徒好难力往上前。 你们好大的胆子。 没有王的命令,你们想做什么? 侍卫止步不前,回头见南昭王愤怒之谋,也不敢再向前了。 而就在这个时候,长明大人颤动了双手,战战兢兢取出了一个瓷瓶,叫到子晴手上。 当子晴叽叽道出红色小丹药时,众人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,一眼就认出这就是解药啊。 长明大人居然真的有解药,竟敢对王上说谎。 子晴当众服下,这才扑通一声跌坐下去,一颗心至今都还扑通扑通,跳跃得难以承受。 因为无力,也因为需要做做样子,他大口喘息着,将瓷瓶丢给长明大人。 长明大人哪里敢耽搁,连连取药服用。 这之后,整个人才完全瘫倒在地上,大口喘息。 一时间,偌大的甲板一片寂静,唯有两人气喘吁吁的声音那么清晰。 眼前的一切,刚刚发生的一切就是事实,还需要什么解释吗? 突然,南赵王暴怒,来人,检查破漏之处。 侍卫连帽上前一番查看,便十分肯定这是被动过手脚的。 长明,你好大的胆子,竟敢谋害大舟使臣,你跟天借胆了吗? 南赵王怒声质问。 长明大人无言以对,看了紫情一眼,眼底还流着恐慌,只摸摸爬起来,低着头跪在南赵王面前。 你为什么要陷害药王妃? 说! 南赵王立声质问。 长明大人哪里来的陷害药王妃的理由呢? 一个是专门接待大臣,一个是身份尊贵的使者。 别说两人了,就是两国都不曾有过什么冲突,他没有理由啊。 全场寂静着,人人百思不得其解,但是有一点却是都怀疑的。 长明大人背后还有其他人,这人到底是谁? 紫情冷眼看着,他方才在水中可都问清楚了,这幕后之人除了楚飞燕,还会是谁呢? 他提防这个人,比提防轩辕朝夕还甚,却没有想到长明大人那么早就被收买了。 难怪他多次试探,长明大人都没有多少意思。 楚飞燕岂会知道他身是秘密,岂会知道妹香? 是谁给他通风报信的呢? 毫无疑问,正是下妹香之毒的人,怡妃娘娘。 西楚勾结大洲欧阳将军,如今欧阳将军已死,可是怡妃娘娘,可是欧阳将军的亲妹子。 这一层关系并没有随着欧阳将军府的落败而结束。 马车上的图腾就是出自怡妃娘娘之手。 紫情眯着眼睛,重视抬头朝引在人群里的楚飞燕看去。 而此时此刻,楚飞燕也正朝他看来,同时目光阴狠。 这个女人好办事啊,居然可以把长明大人恐吓成这样,但是那又怎么样呢? 长明大人要供出他,可是需要证据的。 而证据就只有一纸马饲料的配方,那不过是一份礼物罢了,说明不了什么。 再说,韩子晴要是敢让长明大人供他出来,这件事他一定要闹大,一定要把韩子晴彻底拉下水。 西楚可离南兆远着呢,大洲才是南兆的邻国。 他倒是要看看,是韩子晴损失大,还是他楚飞燕损失大。 两人似谋对视,尽是狠利。 然而子晴却眨眼都没有,那目光寒澈凶狠的,如同地狱火里的修罗。 良久良久都不理楚飞燕。 楚飞燕虽是有恃无恐,却不知道为什么。 看着韩子晴那样的眼神,心底居然会莫名地慌张压力。 最后,终于是他先撑不住了,不自觉避开了子晴的目光,看向长明大人。 而就在这个时候,南兆王冷不防又吼。 还不说! 楚飞燕本就心虚,始料未及地吓了一跳,手不自觉地握紧。 王,王上,老臣,老臣是因为…… 王上,老臣错了,老臣一时糊涂丢了您的脸,丢了南兆的脸。 老臣知罪,老臣甘心受罚。 长明大人重视开口。 长明,本王最信任的就是你。 你…… 你必须给本王一个理由。 说。 南兆王怒斥。 王上,老臣因为不满医药王妃在土王神像面前对您不敬,老臣,老臣是一时糊涂,老臣知错了,王上饶命啊。 长明大人终是回答了,说把林连磕头,哀嚎不止,悔恨不已。 然而这理由却完全出乎众人的意料。 原来就是因为这件事啊。 原本紧张着的楚飞燕,突然整个人都给放松了。 他就知道,他就知道韩子晴玩不起的。 他就知道长明大人不敢供他出来的。 他终于又有了底气,挑衅地朝韩子晴看过去。 可是,此时韩子晴却早已不看他。 冷冷看着长明大人怒声。 这么说,你就是怀恨在心啊。 紫晴冷哼着看着南兆王,冷冷道。 王上,本王非代表要王也代表大周而来。 今日当着众人的面显现丧命于此,你南兆必须过大周一个交代。 长明大人看都不敢看紫晴一眼,不断磕头,不断地求饶命。 南兆王眉头紧锁,愣不防怒声。 够了,闭嘴。 这话一出,不只是长明大人,就连全场围观的众人也都无人敢言语。 紧张得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的。 偏偏就此情敢说话,冷冷诱道。 南兆王,我的要求不过分吧? 南兆王深吸了一口气,才勉强冷静下来。 药王妃,这件事,确实是我本王失职。 本王代表南兆,同药王爷,同你,同大周致歉,并保证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。 这话一出,众人都震惊了。 这是什么呀?这是一国之君的道歉呀? 再天大的冤屈,再天大的伤害,都轻易得不到的东西,可是韩子晴。 却得到了。 南兆王这道歉,是同药王爷,是同大周而对韩子晴道歉。 虽并非他本人的面子,这荣耀却是他本人受了呀。 不得不承认,在场所有的女人都不自觉嫉妒起这个女人。 就连最最有恃无恐的沁妃,心头都酸酸的。 对于女人,尤其是嫁了的女人来说,什么是最最重要的呢? 是夫尊,必须是夫尊啊。 比自己的尊荣更加重要。 需要自己去奋斗,拼搏,去咬着牙关忍受所有应该和不应该承受的,而得到的尊重,荣耀。 那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东西。 而丈夫的尊荣是什么呢? 不需要他本人时时刻刻在身边,他远远在天涯海角,却以一个名字,一个药王妃的名便可以保护得了他。 这便是夫尊,这便是男人最大的成功,女人最大的骄傲。 子晴这才起身,同南赵王恭敬地行了个礼。 南赵王上如此英明,如此气量,子晴佩服。 这件事,子晴只需要一个交代,不知道南赵王上可否答应。 说来听听。 子晴要长明大人入毒水以泄罪。 子晴冷冽的声音在寂静的空气中如此认真。 南赵王原本是戒备的,以为韩子晴会借机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,却没有想到只是这样。 哈哈哈哈,这个逆臣罪本该死,本王亦是如此。 南赵王说着立马下令。 来人呐,马上给本王丢出去。 这话一出,长明大人猛地哀嚎。 王上,饶命啊,王上,王上,老臣知错了,王上。 哀嚎声中只听扑通一声响亮。 人早被狠狠丢进了毒水河中。 长明大人一边游一边求救,却很快被河水冲到下游去了。 雨过不久,这个时候正是河水最急的时候啊。 南赵王看都不多看一眼,冷冷下令。 都给本王听着,如果再有生改念者,长明就是你们的下场。 启程! 说吧,拂笑而去。 这时候,众人才纷纷缓过神来,顿时议论纷纷。 子清冷冷朝楚飞燕偷去一个警告的目光,楚飞燕止步同时回蹬了回来,挑衅味十足,似乎在说,有本事,你揭穿我呀。 他冷哼一声,才大步离去。 终于,所有人都散去后,司徒浩南几几问。 你怎么逼朝明的?到底是谁?怎么不揭穿? 怎么逼的? 子清拾起地上的药瓶便要道,司徒浩南连忙伸手去接,那可是珍贵的解药啊。 可谁知,药瓶里却什么都没有掉出来,空的。 司徒浩南顿惊,嗅到了阴谋的气息。 子清随手将药瓶丢进毒水里,回头看了一眼已经不见空荡荡的河面,什么话都没有说,便往船舱里走。 司徒浩南连忙跟上, 哎,药! 他说着,自己都静了,连忙低声, 安子晴,长明带走解药了。 解药有很多瓶,都在大药箱里,他只带走了这一瓶。 子清淡淡地道, 你…… 司徒浩南一下子明白了,这个女人报了长明大人的命。 方才那种情况,要么子清的身世之谜暴露,要么就是长明大人认罪,死罪。 这是最底线的解决办法了。 长明大人认罪是死,被韩子清威胁也是死。 横竖都是死,何必因罪名而死呢? 若是因为揭穿了韩子清,那可就是功臣烈士了呀。 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两全之策。 却没有想到,这个女人居然耍了这么一个妙计。 所以他才要求南赵王把长明大人丢进毒水里去。 刚刚在毒水里,长明大人早就倒走了大部分解药。 这解药的数量足够支撑长明大人上岸的时间了。 我保他的命,他自然服我。 子清淡淡地道, 韩子清,你的脑袋里到底装了什么呀? 司徒浩南很不可思议,何人会想到真相是这样的? 子清没有回答他,避开了来修船的工人,往船尾走去。 司徒浩南连王又跟上。 母后到底是谁? 跟马车上那个图腾有关系吧? 姨妃? 是她。 子清点了点头。 也就是说, 楚飞燕? 司徒浩南惊声,随即愤怒。 为什么不揭穿他? 这种女人本少爷见了就烦。 子清突然止步, 回头非常认真地看着司徒浩南反问。 人家跟我们玩阴的, 我们为什么要跟他明着来呢? 明着, 他绝对不会让楚飞燕多占到便宜。 但是这有备于他此行不惹事的原则, 他的目的在独窟。 一旦明着脑, 毕竟两人都是使臣身份, 代表两个国家。 在南兆闹腾起来, 南兆王必定要遣送他们回去了。 到时候, 他的计划岂不全部落空? 既然楚飞燕那么喜欢玩阴的, 他就一定奉陪到底, 慢慢地阴回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